基隆市违规脱掉费用已经有20年左右没有调整 在审计部基隆审计室检讨下 基隆市警察局针对基隆市处理妨碍交通车辆自制条例 提部分条文修正案 12月2号先送请基隆市议会审议通过 小型汽车保管费将从原油每天100元调账到200元 大型汽车保管费从原油每天300元调账到500元 而大型车和义饮车的一致费用 则从每次2000元调涨到3000元 我们是这次的调整费率 最主要还是来拉平我们的作业成本 来提高我们的运作的一个效能 也借由这种费率的调整来达到后组的作用 警察局长刘耀钦进一步表示 由于这项自制条例已经有20年没有修正 部分法条和作业已经和实际状况不符 为了避免保管费高过车辆残值的不合理现象 以及保管费无限增加不符比例原则 并且有效提升拍卖效益 主要的目的是拉平作业成本 提高运作效能 借由保管费达到贺阻作用 让民众减少围停 围停的部分会有一个贺阻强化的作用 就把我们偷掉拍卖的守得来抵扣我们偷掉费 跟一致保管费不足的现象 那这部分就可以避免说将来我们这个拍卖的守得 不足以抵扣的情形 所以我们也有定定了我们搜集既往的规定 也就是我们将来拍卖 在我们这次条文修正以后 它以前的拍卖如果不足以抵扣 还可以搜集既往 就是在四同市已经达到我们这个抵扣的上限 由于在基隆市议会联席审查会议获得一读通过 没有议员有其他意见 预料也将在市议会大会二三读顺利通过 预定从民国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份开始 可以正式施行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读一读顺利不重 anted